殷采倩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殷采倩根本不在此次 半读的名单之中 她的身份有问题 采倩也有一事 求娘能恕罪 什么事 方才采倩一时新奇 不小心撞到了杏了 两只石鹤尸手打翻了一只 采倩又不能拖累别人 只能自己来认错 好了 无心之举 何错之有 拿给我尝尝 嗯 嗯 很好吃 娘娘 等一下 怎么了 母妃 母妃 娘娘 母妃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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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通知御医 是 娘娘 殷采倩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殿下 属下无意间查到 殷采倩根本不在此次 半读的名单之中 她的身份有问题 是 只有你死了 才能让这个计划完美无缺 追去 殿下 属下去找杏儿 三万十何之事 结果如何 杏儿被杀害了 从尸体上看不出一点痕迹 对方应该是武功高强之人 宫中 竟曾有这样的人 殿下 您仔细想想 当时能与杏儿接触到的人 只有殷采倩一个 而殷采倩又会武功 殿下 种种证据都指向殷采 殷采倩 蓄意接近您和苏贵妃 伺机下杀手 请殿下明察 你先退下吧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采倩呢 彻底下 你应该不会将这件事 怪罪在采倩头上吧 你糊涂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 如果不是采倩及时阻止 微娘早已经把那一整块 有毒的桂花糕给吃了下去 若真如此 恐怕我现在已经在殷草地府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殿下 我只想问您一句话 您相不相信我 好 既然殿下不相信采倩 那采倩也无话可说 只不过 采倩有一事相告 请殿下遇到尸井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气 一旦动气 就会乱了心志 让有心人有机可乘 剩下的 请殿下自求多福